P92的性能究竟如何?配件应该怎么选?实战厉害吗?这期做P92的硬核测评 1.伤害 P92的单发伤害是35点,暴头为75点,打四只为25点,打九为10点,伤害处于中等水平 2.射速 经过慢放,打完20发子弹一共耗时2.43秒,射速为20除以2.43等于8.23发每秒,射速还是比较慢的 3.秒伤 秒伤很好计算,三速乘以8.23等于288.05,这个秒伤实在是太低了,钢枪能力很弱 4.换弹时间 不装弹匣时 普通换弹为2秒 战术换弹为1.7秒 装了弹匣后 普通换弹为1.4秒 战术换弹为1.2秒 换弹速度和P18C一样,是热拼机中换弹最快的 5.子弹出速,找寻100米的靶子,达出到命中一共耗时0.3秒 子弹出速为100除以0.3等于333.33米每秒,和歇式是一个水平 6.弹容量和配件 P92初始弹容量为15发,扩容后为20发,能安装4个配件 配件的选择上,瞄准镜红点是最好的 枪口只能选消音,握把只能选激光瞄准器 弹匣自然是快过最好了,其次是扩容 结论,P92的优点是作为弹发手枪,弹容量还是很高的 而且换弹极快 缺点是射速慢,秒上低,钢枪能力弱 而且后座力大,子弹上跳太严重了 推荐贴脸的时候使用,稍微远一点基本就没啥用了 不仅伤害低,还不容易命中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